总有同学说 老师为什么我画出来的线条 哎 像钢丝一样的搬印 怎么样才能把线条画的像这样灵动呀 本期视频一个方法 教你把线条画的既飘逸又潇洒 很多同学觉得不就是灵动吗 我这边飘一笔 这里画一笔 这不就是灵动吗 如果这样是灵动的话 那么三岁小孩最适合当大师了 这不叫灵动 这叫潦草涂鸦 真正的灵动线条可以乱 但是呢 要有次序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先教大家一个有手就行的方法 在画钢笔线条的时候啊 线条要画的一组深一组浅 交替的去画 有同学在画这个圆柱的时候 他就画的很实吧 他把这个圆柱这个位置 全都是用这个竖线 全部都画满了这个线条 那么这样画出来的线 就比较的直吧 在这个基础上 大家请看 我只需要在一个地方 帮你去调整一下 我在这个两边 我帮你去把这个缝隙 画的深一些 这样是不是好多了 整个线条 他就有这个深浅的交替变化了 我们画一组深的是吧 来一些浅的 这个浅的我们可以画的时候呢 轻一点点 深的的话 重一点点去画 深浅交替 两边可以画的粗 重一些去画 然后我们中间慢慢的画细一点点 慢慢的又会变什么 变重 一组深的 一组浅的 然后慢慢的又会变什么 变深 这样是不是画出来呢 你就有这一个深浅的变化 那还有同学画的时候 他这个里面的用线 他是这样斜的去画的 直接这样去画线条 画的很乱 没有次序 好 那么我们画的时候呢 应该注意什么 注意用深浅交替的线条去画 如果要画的更立体的话 要符合一些明暗调子的一些变化 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掌握了这个方法之后 我们画这个线呢 就比以前要灵活一些了 但是呢 还想画出更灵动的线条 除了要注意线条的这一个深浅变化之外 我们还需要注意线条的粗细变化和疏密变化 那么粗细变化是什么回事呢 就是我们一头粗一头细 这样的用线 我们普通的干笔 它是很难去画出来的 你像我用这一个灵媒的狩猎者去画 我们画一组斜线 对吧 你如果不去描的话 我们只去画一组线的话 你需要把这个头给它描深 这样画出来的线条反而会不好看 反而会觉得很生硬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会换一支笔 换到这一个头是个弯的这个美工笔 那么这个笔画这个线条的时候 会有一头粗一头细的这种感觉 我们下笔的时候 这样下笔 慢慢的我们把笔抬起来 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什么 粗细的一个变化 一头粗一头细 那么疏密的变化顾名思义 就是我们在一个方宽里面 对吧 我们要画这一个面的颜色 我们直接去减小这一个间距 怎么意思呢 就是线与线之间的间距 间距和距离我们要画的密集 画的密集的话 整体就会比较密 那么画的大一点的话 那么这个线条与线条之间 它就会稀疏 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时候我两边我是比较密的 然后慢慢的看到没有 线与线之间的间距 我把控好 慢慢的我再去把它画的比较密一点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线条会有粗密的变化 我们掌握了这两个规律之后 一个是线条的粗细 还有一个是线条的疏密变化之后 我们去画一个树根 这个时候我会把这一些个 粗细变化 树密变化 以及颜色的一个深浅变化 我们都画进来 好 我们先画一个树根的横截面 这里瘦光面 注意 通常情况像我们在干笔画里面 瘦光面的线条会比较细 有的同学画这个瘦光面的时候 它是这样去画的 直接用很粗很粗的线 这样怼上去 整个这个框框这样宽起来 对吧 就像画着卡通画一样的 然后老师这个里面 我们不是要画这个明暗吗 我直接画上去 对吧 结果画出来就非常的板 这里要明白的一点 就是 这个光面的线条 我们要细一点 整个颜色比较稀疏 这一光面我们线条尽量粗一些 整个明暗会密集一些 不管是粗密还是粗细 都会体现出变化 你的线条有了变化 我们的线就会临动起来 这个时候我先去画 这个竹端的轮廓 这个暗面的线条 你看这个地方会粗一些 对吧 这叫粗 这个瘦光面这一块的线条 我们尽量细一些去画出来 点上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可以再来一边后面的 这个时候我画这个细线的时候 我的笔会稍微立起来一点 不会完全垂下去 我们这个树后面这个质压 它实际上是衔接在什么呢 衔接在这个树杠侧边的就好比这个是一个圆柱 对吧 从这边去展出来 就像我们这种木桩一样的感觉 只是它后边被这个前面遮挡住了 好 然后我们就画这个明暗 你看我画的时候 你看从上往下这里粗 慢慢的变细 对吧 然后我们迂回一下 底下围绕着这个结构 绕圈圈 就好比我们画一个圆柱 两侧的话 这个是比较密的 中间呢 线条稀疏一些 就按照这种规律去画这个木桩 你看这边 我们把这个背光面是吧 画粗一点 画密一点 瘦光面这一块呢 画细留白 慢慢的到中间来的时候 我的线条会由粗变成细的 这个顶上我们可以来一些粗细变化的线条 你看顶端这里 我重一点画下去 然后慢慢的变细 对吧 慢慢的到中间来的时候 你看我这个线条会变得很细 然后这里粗 粗的 粗的 对吧 这个木头根的这种感觉 就慢慢的出来了 我们把这个边上勾一下 甚至这边我们再来一块小的 按面是吧 这一块我们就粗一点点 密一点点 到中间来的时候 因为它会鼓起来 所以我线条细一点 然后稀疏一点 这边又会有一个转折 然后我们顶上粗 是吧 两边密集 好 这边我可以来一个小一点的 这样横着画也是一样的 画的时候呢 注意 按面的话 密一点点 是吧 亮面的话稀疏一点点 注意粗细变化就可以了 好 这里的一个投影 我们有横线 对吧 慢慢的控制好 这个线与线之间的间距 线条越密 颜色就越重 我们把这一些个粗细变化 疏密变化 以及这一个深浅的变化 这几个用线 我们结合起来 你像这里 我用一些很细的这种 轻一点画的这种线条 这个颜色就比较浅 那么整个画面就比较灵动了 它就不会显得很呆吧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两张画 这两张画是我在平时画的 这两张画有一张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用线 是比较工整的 那么这一些个线条相比之下 相比我这一张画是同一个角度 大家请看 我们的处理的手法是不一样的 这一张相对来说 线条会拘谨一些 线条的变化来会少一些 那么这一张呢 在这个线条的粗细变化 疏密变化 以及线条的深浅变化上呢 都会比前者要多 那么这一张整体显得就是什么 线条就会连动 这一张就显得呆板一些 好 大家如果想要画出像这样的画面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就没有给大家去做示范了 我会把这个复杂的场景 放到我们系统课里面 给大家去讲解 谢谢大家 我是诗篇老师 谢谢大家